大家好 我是EAN 你們可以叫我EAN或是陳毅 我今天要帶來的主題是 EAN帶你入門5G核心網路 在開始進入正題之前 我想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是在陽明交大資工所擔任研究生 同時也兼職當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充施領域一樣是5G核心網路的部分 同時我也是一個open source contributor 就是喜歡參與一些open source project 或是community 我也是今年交大這邊google DSC的leader 同時之前有在Seacon,Costco,或是GDG,DeafFest 那邊擔任過 OK 今天Outline主要都是圍繞在5G核心網路做介紹 在一開始的話我會先大概跟各位講一下說 什麼是核心網路 核心網路到底做了些什麼 然後再來會講說 OK 5G核心網路可能被切成了很多個nevo function 那有哪些nevo function是我們可以去認識的 那接著我們就會來討論一下說 OK 那nevo function之間要怎麼去做溝通呢 那就會有一些SBI還有reference point的概念這樣 那在了解整個就是5GC還有nevo function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說 整個5G系統最常見的一些procedure 有哪一些 那可以讓大家就是對核心網路怎麼運作 或是它運作流程有個更深入的認識 那最後是就是那個實驗室的專案 對啊 介紹一下free5GC這樣 那最後部分的話就是告訴大家說 如果對這塊有興趣的話要怎麼樣開始貢獻 OK 那簡單講一下什麼樣 什麼東西是核心網路 核心網路最簡單來說 對我來說我覺得核心網路就是一個 在5G系統裡面它是扮演一個超級強的後端軟體 這樣一個角色 那它負責業務主要就是有訂閱用戶的資訊管理 什麼叫做訂閱用戶的資訊管理 如果你今天去跟中華電信啊 或台灣大哥大之類的那種電信運用商辦個門號 那其實你的門號還有一些相關的使用資訊 或是QoS的參數其實都會被寫到他們的ONS系統 那ONS系統就會把這些資訊 再儲存到核心網路當中 所以核心網路是擁有每個訂閱用戶的手機門號 還有對應的一些policy相關的information 那再來的話就是核心網路還負責那個QoS的部分 就是QoS的管理還有自行 那大家可能有些人會對QoS這個名詞比較陌生 那簡單來說就是比如說以台灣那個499之外嘛 那不是大家都去辦的很便宜的那個網路流洋吃到飽嗎 那其實電信商也不是盤子啊 你用499999或是1399你去辦的門號 不可能都得到一樣的服務品質嘛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就是QoS 那再來的話就是每個使用者的Mobility 或是Session Connection的狀態 那Mobility的話其實簡單講就是移動性 那核心網路必須要讓你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小區之間移動 簡單來說就是比如說你今天坐高鐵 你從台北達到桃園好了 那一個基地台能cover你的範圍有限 那你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是由一個基地台服務的 那核心網路也要有能力去記錄你的移動狀態 那Session的部分呢就是比如說你今天訪 你透過手機連上核心網路 那你想要訪問外部的網際網路 像是Facebook或是Line那些就是網際網路上的應用 那你在就是訪問之前呢 你都必須向核心網路去註冊一個Session 那告訴說這個Session呢可能有哪些QoS參數 或是這個Session呢最終是要連到哪一個外部網路 那Connection的部分的話就會比較貼近在 你跟基地台之間是否有實際的連線 因為如果你的手機長時間跟基地台保持連線的話 那它可能會過於耗電 所以在部分的大部分時間內 它可能都是處於一個Connection Mode 還有Idle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的話就是核心網路還要負責呢 去轉發使用者的風包 比如說從外部網路到使用者手機 或是從使用者手機到外部網路 這些都是由核心網路去負責 那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講一些核心網路的一些 5G核心網路的一些酷東西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Service Based Architecture 那再來的話就是Network Slicing 還有一些NEC 那它主要目標其實就是要Meet三大需求 就是EMBB、NTC、URL、LC 那簡單來講就是Broadband 就是更多更增強的寬頻 然後還有就是百萬級 就是百萬級數量的那些集齊通訊 比如說之後要用的一些CIOT的話 就是會需要5G核心網路這邊有相對應的資源 那再來的話URL、LC的話可能會 會應用在一些VR或是一些車載系統的部分 就是在部分需要有很低延遲的通訊技術的話 那這部分也是需要核心網路去做Cover的 那以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5G核心網路的發展還有很大一塊空間 就是像是URL、LC的話可能在R15這部分都還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支持或是支援度這樣 OK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5G系統 也就是5G system的一個overview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就是有一個就是像是網路拓博的東西 那這邊的UE呢 UE簡單來說就是你的手機加上你的SIM卡 那RAM的話就是我們聽過的那個基地台 那基地台跟手機這邊再加上整個5G的CoreNetwork 你就可以把它稱之為就是5G的System 就是整個5G的系統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5G的核心網路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nevo function 那我等一下會挑幾個 我不會全部講 因為5G的那個Spec 它其實定義了非常多種的nevo function 那不可能每個都有提到 那我就是挑一些比較重點來講一下 那可能有些NEC的應用 像是NEF、AF那邊 我就不會提了 OK 那首先的話就是來講就是 5G核心網路有個 就是工作量最大的nevo function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ANF、SNF、UPF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下ANF 那ANF的話主要有負責 第一項工作就是4G到5G 或是5G到5G的handover 然後再來就是它要負責就是UE的課達性 比如說你一些uplink、downlink data 那就是ANF要必須要確保說 接入到你的UE是有能力去拿到 或是處理這些風暴的 然後還有一些SNF的selection 就是當UE間註冊一個PDU session 就是它想要上傳資料到一個外部網路 那它不是需要一個session嗎 那它會發一個PDU session的一個建立請求 過來核心網路 那這個訊息就會優先到ANF這邊 那ANF可能會根據它的TAC 就是它的服務區域啊 或是它想要用什麼樣的slice 或是它最後它的終端的那個DNN的 就是目標網路來去判斷說 OK哪個SNF適合它 為它選擇要由哪一個SNF服務這個Session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些Network slicing的部分 那它就是這邊就會跟另外一個Network function 叫做NSSF來去做合作 幫這個UE這一次連線去選擇最佳的網路切片 然後再來的話是CIOT的這個最佳化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也是到R16那邊才會有 一些比較明顯的增強 那再來的話是SNF 那其實SNF顧名思義 它就是在負責我們的Session的管理 那它最主要工作有就是 管理基地台到UPF之間的通道 對那比如說你這個Session目前Active 那Active以後你就要告訴UPF說 OK等一下會有這個Session 那可能會有只要有經過 那你UPF就是要想辦法去為它分配一些Tano之類的 用來處理或是承載這些流量 然後再來的話它可能就是需要有能力 去為UE去做IP位置的分配 然後並且它也要有能力去 將QoS相關的規則送給UPF 然後讓UPF去控制每個Session的這個QoS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UPF UPF的話它其實就是負責處理 所有User Plan的東西 像是上下型的這些資料封包 都是由UPF去做轉發 所以它的功能最主要有 Packet Buffering還有 Forwarding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Buffering呢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你的手機不可能 就是無時無刻都與你的基地台保持連線 因為這樣太好電 因為在大部分時間你可能沒有資料需要上傳或是下載這樣子 那當今天有就是當Link的資料要下來 要給手機的時候 那這時候核網知道說 OK你的手機可能是在Connection Mode Idle的一個情況下 那它就要把這些資料先幫你保存起來 然後通知你說 OK這邊有你的資料你要領一下喔 那這時候你的手機可能就會上線 那核網再把這些資料傳給你的手機 對 那剛剛有講到SNF可以 就負責IP分配的部分 那這部分其實同樣也可以由UPF去做處理 那就看你始作核網這一端的團隊看 他想要由UPF還是SNF去cover這一塊 那再來的話就是QoS的執行 也就是說PCF決定的一些策略啊 或是SNF下來的一些QoS的規則呢 其實都是要由UPF去執行的 它才是真正去控制使用者的QoS的那個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它就是還要負責一些使用 比如說一些伎量啊 或是使用上的一些報告去回傳給SNF 那這些報告主要會用來流量計費等等的一些功能 那再來的話是AUSF AUSF就是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 那它是負責去參與一些Authentication的 流程 那Authentication的話是為了確保說 你的這個手機與核心網路之間的連線 或是手機與你基地台之間連線 必須是要安全的 就是可能是要有Cyphering的 或是完整性保護的 那這一塊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AUSF它其實就是負責存放你的Key 然後跟一些Authentication的一些流程的參與 那它會跟ANF一起工作 因為你手機任何的訊號其實都是第一個接入到ANF的 那才是由ANF可以去跟 基於這些不同的訊息 去跟AUS做進一步的溝通還有合作 對 那EAP Authentication這部分就是會支援3GPP的接入 以及non3GPP的接入 那我等一下也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是3GPP 什麼是non3GPP 好 那再來的話是NRF 那其實NRF做的工作很簡單 它NRF只要負責記錄每個nail function的位置 比如說你今天你把整個核心網路 部署到Kubernetes 那這些IP這些位置可能都是動態的 因為Kubernetes會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 動態的去增加你的pod或是container的數量 那NRF就是用來儲存所有nail function的IP位置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SNF 那我可能需要跟PCF溝通 我不需要在就是config裡面寫說PCF放在哪 放在處於哪一個IP位置 那他只要去跟 他只要知道NRF在哪邊 那他去問了NRF說 你知道說PCF在哪嗎 那NRF就會告訴你說OKPCF在哪 那這時候SNF就可以用剛剛拿到的那個地址 去做進一步的互動這樣 OK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說就是 NRF還儲存了一些 每個NF相關的一些資訊 包括就是NF的ID 然後Type以及PLNID 還有就是每個NF的IP位置等等 那再來的話是Network Slide Selection Function 那他的功能其實也算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負責去為他服務的UE 也就是手機選擇一個最合適的網路切片環境 然後去決定說NSAI以及configure NSSAI 他其實就會看說可能說你的使用者的一些政策 沒辦法去符合你的要求 或是我核網端目前沒有能力去應付你某一些切片的需求 那他就會回傳一個Aload的一個NSAI 去告訴手機說OK 那你等一下註冊成功以後 你可以使用哪些切片去進行 資料的上傳或是下載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NSAF 他可以基於就是使用者的資料 還有使用者的位置去選擇 用來服務UE的NSAF 好 那再來的話是UDN的部分 那UDN的話他主要也是儲存一些 user相關的一些策略的資料 那他主要負責去產生3GPP AKA就是Authentication的一些Credentials 那他會跟AUSF合作 比如說今天Authentication的流程可能是 就是ANF會跟AUSF互動 那AUSF他在產生Key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需要UDN的幫忙或是介入 那UDN的話他還會負責說去儲存 或是管理一些書品 那書品的話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UE的識別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書品他就會用於這個 剛剛提到的Authentication procedure 然後再來的話則是一些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的使用者資訊的一些管理 那再來的話是UDR UDR才是真正儲存那些資料角色 他有點像是核心網路的資料庫 這邊我們有看到說他是 那個Data Access的Provider 那他會提供Subscription Data Policy Data 或是一些Explosion用途的Data 或是一些Application的Data 那這些Data會被UDN PCF NEF去索取 那UDR只要負責把這些資料都提供給UDN PCF NEF 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是N3IWF 也就是NAN3GPP的一個內容 function 那NAN3GPP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只要是非3GPP定義的方式就是NAN3GPP 那比如說Wi-Fi就是一個NAN3GPP的東西 那你透過N3IWF 你可能再加一個Wi-Fi AAP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成是一個RAM的角色 那你的UE就可以通過Wi-Fi的這個基數 去接入到我們的核心網路 那他的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啦 那他當中的話就是也會需要去處理NAS 或是NGAP的一些訊息 然後還有就是N3 還有就是這個檔會提到 還有一些IPsec的封包的封裝 還有解封裝 那再來的話是PCF PCF的話就是負責提供一些Policy rule 我給ANF或是SNF 那PCF在就是可能被ANF或是SNF 索取一些Policy相關的策略的時候 他會跟UDR互動 拿到UDR目前儲存的一些subscription data 然後他再根據不同的情況去告訴ANF OK 我的Policy decision是什麼 告訴SNF說我的Policy decision是什麼 那SNF或是ANF 他會reference這個decision 去做進一步的處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簡單講完 剛剛那些Network function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SBA還有reference point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除了UPF以外的Network function 那他們都是有接入到這個SBA的架構的 那簡單來說呢 像是剛剛講到SNF要跟PCF去要Policy decision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他都是使用HTTP request 就是每個Network function裡面 他其實都使做了一個RESTful的API 那其他的Network function如果要跟他互動 就是透過對這個RESTful API去做存取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可以減少很多Network protocol的使用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這邊 你可能可以看到說N1N2或是N3或是N4 那這邊的話就是reference point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UE這邊也就是我們的手機 它會接到RAM還有NF 那實際上的話這條線是不存在的 實際上呢所有跟N1相關的訊息都是透過手機傳給GD台 再從我們的GD台轉發給NF 那這邊的話N1的訊息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右邊的列表 所有N1 protocol的訊息都是用NAS這個 protocol 那RAM跟NF之間的溝通的話就是走N2的這個interface 那它是基於這個NGAP的這個 protocol 那它的底層是SCTP 那再來的話是RAM接入到UPF 也就是UserPlan的一些風包的處理 那它是透過N3這個interface 那N3interface的話它就是透過GDPU這個 protocol 去進行資料的傳輸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UPF從N3這邊拿到RAM的一些 Uplink的data 那它就會從透過N6這個interface 把風包傳到外部網路去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簡單來讓各位看一下那個SBI部分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RESTful API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其他的Network function 它想要去Create一個Session相關的狀態 就是它要告訴SNF說 OK 現在可能有一個新的Session 那這個要有這個Session SNF必須要Create一個新的狀態去管理這個Session 那這個外部的這個NF就會發一個HTTP request到SNF這邊 那SNF收到以後它就可以做相對應的處理 如果處理成功的話它可能會發一個就是Response 帶著那個201的這個狀態碼 那如果不成功的話可能就是帶4XX 5XX等等 Arrow的訊息告訴說Network function是哪邊出了問題 那這個就是那個SBI的整個運作的流程 那我們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其實就是除了UPF以外的一些Network function 他們平時就是之間的互動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進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跟大家提到說Network function 以及美國Network function的用途以後 接下來的話就是會告訴大家說整個5G系統最常見的流程是什麼 那我這邊會挑4個出來講 第一個的話就是註冊流程 那註冊流程的話有分就是Initial的Registration 還有Periodic Mobility跟這個Emergency的註冊 那Initial的話你可以把它視為 比如說你今天手機你可能在一個地方開機了 那它可能就會發一個Initial的Registration 告訴核心網路說它要註冊 它要使用這個服務 那Periodic的話比較像是你的手機可能會有一個Timer 那定期的去註冊核心網路 那Mobility的話比較像是比如說你今天手機 你可能移動到了其他的服務地區 你會主動發一個註冊的這個請求 告訴核心網路說你的位置有改變 那Emergency的話會比較偏向緊急服務的那一塊 那再來的話是Session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就是你今天要存取一個外部網路 你就必須要去建立一個Session 那這個Session就是PDU Session Packet Data Unit 對就是簡稱就是PDU 那PDU Session的話就是讓UE有能力去連線到外部的網路 也就是Data Network 那PDU Session相關的流程呢就會有建立啊修改以及釋出 那建立的話就是很顧名思義嘛 就是你要用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建立 那Modification的話可能是比如說你今天的需求有改變 你的QoS相關的需求有改變 那你可能就會發一個Modification 告訴核心網路 那核心網路會根據你發出來的請求 評估說OK合不合適 然後再決定要套用什麼樣的設定 那Release的部分就是你今天用不到了 那你就把這個PDU Session給釋放掉嘛 就是不要占用那些資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Session裡面至少都會有一個QoS的Flow 那這個QoS的Flow就是會掌管你這一個Session 它的那個Service的Quality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你要接入到 這個是接入到Internet所建立的PDU Session 那這個的話就是要連線到Internet所建立的PDU Session 那這個的話它就會有比較多條的那個QoS Flow 好那再來的話是Handover 那Handover的話剛才有提到說比如說 你今天從台北搭高鐵到桃園或者是新竹 那你不可能從頭到尾都有同一個基地台去做服務 那Handover的話就是要讓你的手機即使 就是切換到了下一個區域也可以被其他的基地台去做服務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個Procedure 那其實我對ANF也沒有很熟啦 我就是看圖說故事這樣子 那你今天你已經就是假設你的UE已經都註冊到核網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OK在這個XN 這個流程叫做XN Handover 那XN Handover在最一開始比如說就是有兩個基地台 必須要建一個association 那它的目的是讓基地台知道彼此之間的存在 因為XN Handover是不需要核心網路去介入處理的 可以讓基地台自由的去選擇說OK 它可能要switch到哪一個基地台繼續服務這個UE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第一步驟這邊 UE其實會定期的去測量它本身 可能各個基地台跟它之間的訊號強度 然後去回報給目前服務它的這個基地台 那這個基地台呢它可能會有一些threshold 然後去決定說OK那我要不要進行Handover 那如果今天當我收到我基地台收到來自UE的一些 測量報告發現說OK我必須要做Handover 不然我可能無法去繼續維持UE的這個服務品質 那它就會告訴它有建立association的那個基地台說 OK我這邊有一個那個UE需要交給你來處理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目標基地台它就會收到 然後告訴說原本在服務的這個基地台說OK我知道了 那這邊的話基地台就會發一個那個RRC的這個reconfiguration 告訴UE說OK我現在要把你丟包囉 你要給其他基地台去做服務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原本服務的這個基地台 就會去做一些狀態的轉移 告訴新的基地台說比如說有一些context的部分 就可以去做轉移了 那等到轉移的話呢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第六步 那這第六步就是發過去以後是會有 未來要服務這個手機的基地台去發出去的 那它的這個這個第六步的這個步驟 它的目的是在於說你可能UE跟基地台之間 你要做一些時序上的同步 以確保說你的資料可以正確的被接收或是發送 那在這一步做完以後呢 這個手機你就會主動發一個訊息告訴這個新的這個基地台說OK 那這邊就是reconfiguration也已經完成了 那到這邊都結束了以後呢 你的核心網路也是要知道嘛 就是你總要知道說現在換一個基地台來服務手機了 那這時候呢這個新的基地台呢 它才會發一個NGAP的訊息告訴ANF說 OK我們這邊有做一個就是路徑的切換 那ANF在就是收到這個訊息以後 它可能會為這個UE或是為這個GNOTEB去記錄一下說 OKUE現在變成其他的GNOTEB處理 然後這個GNOTEB可能服務了新的UE 那它在處理完以後就會回一個就是 Ecnology告訴基地台說OK我這邊收到了 然後我也做相對應的處理了 那到這邊的話呢 其實新的基地台就已經可以正常的去服務這個UE 那到這個時候 新的基地台就會發一個就是UE context release的訊息 給原本服務的那個基地台 那它的目的是在於說要告訴原本基地台說 OK那我這邊換手的工作都已經完成了 那你接下來也不需要去服務這個手機 那你就把這個手機的狀態都就是釋放掉吧 因為它已經不需要了 好那再來的話是Pageon部分 那Pageon部分我就剛剛其實就有提到蠻多次 就是你的手機不可能 五時無刻都跟基地台保持連線 但是有時候比如說有人傳line給你啊 可是你的手機是connection mode idle的狀態 那你的這個核心網路啊 就必須要有能力去通知你說 OK現在有你的downlink data囉 你必須要上線過來領一下 那我們可以在就是右邊這邊看到說 這個Pageon 那Pageon它最大目的就是找到這個手機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外部網路今天有downlink data進來UPF 那UPF呢它發現說 OK那我想一下怎麼講喔 應該是說它會去檢查每個packet的路喔 當它發現說這個packet目前是需要被保存起來的 那它就這邊會通知SNF去做一個session report的動作 那SNF再收到來自UPF的通知 它就會告訴ANF 你可能等一下需要去做Pageon 那ANF再收到SNF的請求以後呢 NF就會真的去根據比如說這個UE 目前可能有可能處於在哪一區 那它就可以告訴那一區附近的基地台發出Pageon 那等到UE收到這個Pageon的訊號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送一個service request的這個請求 告訴核心網路說 OK我現在可以來拿你剛剛為我保留的那些downlink data OK那其實剛剛的話 我們就簡單的介紹完整個Network function的用途 還有什麼是5G核心網路 以及在5G系統常見的流程的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實驗室也就是我們陽明交大的 實驗室的一個開源專案 那Free5GC呢它是一個開源 並且就是遵照3G PPR15規格 所始作的一個核心網路 那這個核心網路呢可以依你自己的喜好 裝在個人電腦或是你裝在VM 或是裝在Dock Container 或是你想玩你想要步到Kubernetes都可以 那我這邊有列出一些相對應的專案 就是比如說Free5GC Compose 就是讓你可以用Dock Compose這個技術 去部署你的核心網路的 那這個Towars 5G S 那這個部分的話則是Kubernetes的應用 如果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玩看看 OK那講了那麼多 那就稍微跟大家談一下說 如果我對5G核心網路的開發有興趣 那我到底該從何開始 那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目前呢 那個Free5GC所有的Network Function 都是用Golan去實現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已經是Golan開發者 那你就可以跳進去看 因為我剛有提到說 其實每個Network Function 它都是一個RESTful API 那你可能在跳進去看的過程中呢 你再搭配一些3G PPR的規格書 你就會很有感覺 那很有感覺你就有辦法發PR的可能吧 然後再來的話是UPF User Plan的部分 那目前的話呢 我們Github上面是有這個Linux Kernel Module去做處理 所以你本身呢 是這個搞這個Kernel Space的開發者 然後對於就是網路的一些處理啊 或是Kernel Module的開發很熟悉 你也可以跳下來做這一塊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剛有提到說 Free5GC Compose這個專案呢 是使用Dark Compose 那如果你是Dark 或是Dark Compose的手手 你也可以跳下來看說 這個專案還有沒有一些值得改進的空間 那如果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就是相關的問題 或是PR 我們都是歡迎的 就是可以直接發上去 不用擔心說 不會有人來看你的PR或是issue 然後最後就是 最後但也其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有寫一個簡單的這個技術文件 那其實這個技術文件是我自己 學習核心網路的筆記啦 那目前也是放在GitHub上面 就是你可以在GitHub上面打說 Introduce to 5GC 那你就可以找到它 那上面的話就是有簡單 記錄一些5G核心網路相關的概念 還有指示 對 那就是謝謝大家聆聽 就是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跟我提出來 或是會後找到我聊聊天 也都可以 嗯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嗨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比較 一定是對VVGC 還是學長要補充一下 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是想瞭解的部分 其實我不確定 對 我個人平常在開發的時候 我沒有run 對 目前的話應該就是做一些POC 或是你在架設的話 通常第一步都是先連到一般的Internet 除非你是做相關的應用 你可能才會去介入到不同的東西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差 GDSC會比較以學生為主 以學校為群體的一個社群 GDG可能一個地區 然後就是不同的開發者 自動盜合 那就來辦一些Meet-up 或是一些Conference這樣子 我在2019年有聽過一次DevFest 對對對 那去年的話是在新竹那邊的DevFest做演講 可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都是線上的 對 那個三樓那邊就是有GDG的坦位 可以去了解一下 會不會 大家沒有問題的話我就下去囉 換下一個講者 雖然不可以 會不會 那邊就有 有 雖然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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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雖然不可以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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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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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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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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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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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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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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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ontribute that I'm gonna give you a sample of what we are where we are be very interesting in is no no okay all right here so um several years is relatively difficult for aerospace engineer students which are the majority of our participant within our laboratory but they basically they all know how to write software in Arduino embed a system in Arduino but we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real-time operation like the multithread of our coding and programming but so that's why we are really interesting in this software because we are be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ystem to have AP it may train the user a developer and the powerful RTOS behind the scene so we have the slide radio also having a Arduino code and we can use Arduino API directly while also taking advantage of RTOS operation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that's something we're expecting in this community in order to to help us to as a laboratory to advance entire our development within so so no yeah so to summarize that how do 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community can can it help us as a rocket scientist to build rocket while the transparency support so we yeah be able to see the behind the scenes work principle openness bring community and user to help us to access to this software or tours not is basically impossible in the past community driven profile huge amount of support for us to do the entire development and so for you as a sovereign developer I say open source of computer if you want to control software yeah we welcome but beyond that we also wanted to have more user-friendly documentation and data open source is not just about software open source is about data open source it's about tour and solution that open to the world and able to utilize with the power of community so in the end I'm going to end this presentation here is invitation well are fewer people we are able to go to go to the moon and a few people are able to go to go to the ISS ISS go to the space station but you as a software engineer you are be able to contribute this community that bring your code to space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contributor of F prime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software framework for Mars helicopter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o write the right to write the right to write the software that already operated on Mars so this great power thing that is impossible like two or three decades ago but it is a reality today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today we are welcome of the domain together to be a part of mission to space and beyond thank you okay um like four minutes uh so if you guys have any question or any comments about the presentation feel free to bring it up so i can be able to answer you guys uh question yeah do you guys have any or i can also bring some of the sample here no okay yeah yeah so um i can show you here our lab is names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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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we um uh um uh um And one of the amenities we have is we use carbon fiber, like R vindicular, to build the compound to use it as a compassis for rocket so it's fully packed with carbon compasses and we haves several launching missions that are really being done, last year we have a launch mission in December. we also aim to have a long mission in this and we have contract with an SPO to build a civilian sonic rocket that is actual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within Taiwan in space domain also promoting research in space so like no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can build a Falcon 9 rocket but we believe that everyone in the world can be able to somewhat participate in this in this domain that we can actually benefit since on earth yeah so like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we are conducting is meaning about vibration the vibration analysis of vibration mitigation and if we can find some of solution or rocket that can benefit not just the vehicle itself long to figure itself but also a lot of other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on earth so I believe this overall is a positive feedback as a positive outcome for our to do this kind of stuff yeah so um guys I'm not sure if that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yeah so that's that's what we do and uh yeah and this yes actually you should go somewhere yeah and um we want to one of the objective we have is to expanding this laboratory in order to not just build bigger rocket but also promote this community so that's why we are actually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ing uh we have we wanted to have som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s domai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at this field in Taiwan because it relative uh niche in Taiwan to build this kind of stuff especially only there's three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are able to build this one is in uh one is in uh yeah so um and another one is so um and fourth actually is upcoming up team that's really building this stuff but they haven't have any launchers yet it's uh yeah yeah four we are four uh civilian uh player within this game in Taiwan yeah also yeah so we also benefit a lot from uh it is on my side benefit from NASA benefit from UC Berkeley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their team open source their F&M system to um be inspiration for us to do this kind of stuff so a lot of top school in the world today already in doing this and already have the impact within their community and global community as well so UC Berkeley MIT um and Stanford they are doing this a lot yeah oh yeah uh it's uh do you know his name the uh u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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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ctually um I'm a I'm upcoming junior uh in the bachelor program I joined this laboratory last year and sent sent actually in summer in a summer break um I I started a sophomore to contribute my experience in computer science because they do need a lot of software to build uh the functional rocket because this state a lot of stuff are software driven like the deployment of uh uh of parachute launch controller and software are built upon consistent and software engineer so that's what I'm being playing the unique role within and I'm the only one in the lab that is not aerospa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o um but we want to have in more um talents that is not uh aerospace engineering like the easiest like uh electronics or even communication over even business that we're helping us a lot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rocket and also also administration as well yeah this is because like I says uh often uh rocket science is it's not a particular field it's not a discipline it's a collective efforts of people from all domain to build something that is impossible in the past but it's reality in uh tomorrow so let's especially the blue belief we have in the lab and also uh I believe the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 that doing the similar thing having same facing that yeah so I'm actually a junior student next year uh uh opportunities here next semester um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e community in Taiwan yeah so yeah that's that's basicall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this is my github okay and glad all of you have been like spending 30 minutes to be a part of this story and I'm glad to share what I am doing for past years um yes it's been amazing journey and u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and we'll see you probably somewhere else see ya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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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